创业得因地质疑 也也面临时光的考验 像是这家菜市场里面的福州老饼铺 曾经靠着福州著名的季光饼 撑起全店七成的业绩 但随着饮食习惯改变 老店也面临转型压力 爸爸开始跟风流行 像宏吉一时的蛋塔布朗尼什么都卖 新生带兄弟党回家接班之后觉得 与其跟着流行跑 自己不如创造流行 就把老爸研发的咖喱饺 推出来当主打星 结果皮酥献饱甚至有点爆浆的滑口滋味 立刻被老涛发现 曾经一次下定上千颗 也成为老店翻身主打星 咬大口一点 看似寻常的菜市场巷弄里 隐藏着内行才知道的超级狠角色 我是昨天吃的时候就觉得怎么这么好吃 它里面的馅料很重 然后而且它很多汁 我觉得它的皮就是很多层很酥 刚刚吃过隔天立刻再登门 这咖喱饺献饱皮酥 轻轻一碰表皮酥散 内馅只是油润湿滑 毫不干涉椰口 巴掌般驻发大个头 妹妹们轻松玩食毫无障碍 很好吃 出处脆脆 好吃 会有一点点爆浆 融合起来 感觉味道还蛮搭配的 好吃 也是会吃得想一口再接一口 曾经有大户一次订了上千颗 货车差点塞不塞 还有台上绿绿腰约跨海发展 因为这咖喱馅里有妈妈的古早味 没错的话就煮个咖喱饭 就像现在我们在煮的这样的城市 咖喱饭炒一锅 换煮好了淋上去 那就一个很美味的一餐 大家都吃得很满足 妈妈的味道 这咖喱原本只是家里餐桌上的一道菜 自己喜欢所以试着入线做饼 学着妈妈的手法 从练猪油开始控管肥油的品质 又厚腿肉也非常豪卖 比妈妈当初用的更有肉感 肉块都很大 一般外面的饺子都没有这么大块 绝对没有这么大块过 因为现在已经炒过还这么大 可以看到每个都这么大 所以吃到的时候会有满足感 酥皮口感也有美感 为了花口酥黏 油酥加倍加量 足足是一般的两倍之多 这样辣 然后这样入口鸡化 只是油酥越多 口感越好 饺子皮越是硬邦邦的 没有弹性延展 当初儿子俩伸手上场 几乎是包一个破一个 出如粮绿挂牙蛋 就是真的是不太会包的时候 每颗都破啊 就是在烤的时候它 它边边都会流脂出来 那我一年五百年就知道了 谢谢 夜戏称霸冠冠军的咖喱脚 最早只是店里的排衬 是唐维明出了社会当的业务 发现同行有过节送礼的需求 在同夜之间试着兜售看看 没有想到小诗伸手 笑亮惊人 早上去上班就一个二三尺的去 然后大概连续两个礼拜就这样 两百合到三百的只有 有一点点吓到 然后又有一点点窃喜 知道吗 哇 看得不错 那个中秋节光靠卖饼赚的 就比正值的薪水还要多 唐维明感受到老爸的手艺很有潜力 到回家接班和弟弟愿认盘店之后 再度大吃一惊 因为老爸把糕丁铺当面包店经营 小小的店铺里有上百种产品 目不暇迹 如果端午节我们就做种子 过年我们就做萝卜糕 芭糕 年糕这样 然后清明节扫墓做那个擦堆 真的做过很多奇怪的东西 做过比如说起司蛋糕 布朗银蛋糕 还有买整套的蛋糕机器 对啊 可是其实那种东西 都变化太快了 就是你机器的成本还没赚回来 它就退糟了 毕竟是菜市场里的老饼铺 买器脱离不了地缘 为了增加街坊新鲜感 老爸经常跟着流行 虽然等待时尚的最前线 但福州老店的形象也越来越不鲜明 包括阿公从福州带来的激光饼 一起淹没在茫茫糕点里 生意很好啊 那边蛮多福州人的啊 其实大家都有一个习惯就是 早上总要吃几个激光饼 对然后拜一拜 不管拜什么也都要拜激光饼 激光饼是福州版的馒头烧饼 面团结果发酵烤过之后 面箱Q弹非常酸脆 造型的需求之大 曾经一条街上开出四家光饼店 家里订单还是够到老师傅们离不开面团 光是这款饼就可以撑起全店其中的业绩 现在是一点你可能一天做一桌 以前不是一天一定要做大概十桌 我看 对他们师傅很夸张 师傅的号称说 我一定要做一万个饼 但随着商圈移转 在地买气渐渐消散 少了品牌光环加持激光饼的名气 也走不出邻力 种种烈士兄弟俩把他当作烂海纪律 就有一个同业就有一天来 他说 我跟你讲 做这个好啊 没有人会做 还是要有自己的东西 让别人来跟我们 不是去跟别人 像我们这种传统的东西 你现在不留什么时候才要留 这个东西 台北市找不到五间人 对啊 再不做就没有人了 锁定老爸研发的咖喱角 当爬楼鸡打头阵 在让爷爷大大的激光饼 点亮福州形象 现在流行的粉砖电商行销 也不忘跟上 短短两年 宅配销量往上发展 销售成绩老爸都看在眼里 我不会做的这一块 他们来帮我做这一块 我当然很高兴 不过可能是六十分啦 你们有八十分以上啦 因为不是 因为他们还是要行销这一块 真的是不简单啦 品牌打造长路漫漫 如今父子联手靠着老手艺 新行销双管齐下 要让福州来的精神 和一夹子的老招牌 在台湾接续闪亮